以色列正在期限夺战吗 美国战略失败 中国要感谢内塔尼亚湖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感谢内塔尼亚湖 以色列期限夺战 中国第二个黄金期来了 中东其实发展到这一步 我觉得我们真得感谢一下内塔尼亚湖了 多亏有他这个猪队友 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期要来了 10月5号 内塔尼亚湖发表视频讲话 说以色列在中东有7个敌人 正面临着期限作战 以色列的敌人包括 黎巴嫩郑主党 加沙的哈姆斯 野门的胡塞武装 约旦和西岸的恐怖分子 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什叶派民兵组织 当然最大的敌人 是他们背后的伊朗 距离伊朗的大规模导弹袭袭击 已经过去了近一周时间 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动暴物性打击 其实对以色列来说 打击伊朗并不是一件值得犹豫的事情 之所以拖了这么久 就是在考虑如何打击 才能立于最大化 才能把美国拖入这场永久战争 而这期间 当然少不了和拜登政府的拉扯 与特朗普口喊式的建议打击伊朗核设施不同 拜登一开始就说 不会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 他还强调 以色列应该考虑 袭击石油设施以外的目标 很显然 这就是在为以色列的报复画红线 免得事态升级 引火烧身 结果以色列的行为 比拜登想象的还要疯狂 居然直接袭击了俄军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一看就知道 这是以色列极右翼对以色列政府和拜登政府的绑架行为 以为得对了俄罗斯就能让美国下场 可见在民粹的裹挟下 以色列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美国也很难办 无论内塔尼亚胡采取什么疯狂举动 也不管后果是什么 美国都必须支持 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唯一的战略支点 放弃以色列等于放弃中东 那就意味着放弃全球霸权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的中东政策现在完全不取决于拜公 而是在根据以色列不断调整 站在中国的角度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本世纪一出 一场911让中东取代亚太成为美国的战略中心 美国打着反恐战争的旗号 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中国获得发展的黄金旗 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以色列无情的轰炸加沙 暗杀哈马斯和珍珠党领导人 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入侵黎巴嫩 袭击俄军基地 威胁报复伊朗 中东局势一步步升级 朝着全面战争的深渊狂奔不止 拜登政府无能为力 只能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和外交支持 而这将导致美国的印太战略逐渐崩溃 至少在短期内 中东会一直消耗美国的绝大多数精力 而另一边 在美国无法分神的情况下 我们就能从容不举 巩固中国在东亚和南海的战略地位 同时加强与伊拉和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关系 给美国持续放学 所以说站在这个角度 我们还真得跟内塔尼亚胡说声谢谢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